应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穆罕默德邀请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号晚乘包机 抵达阿布扎比扎耶德国际机场 开始对阿联酋进行正式访问 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 和中国驻阿联酋大使张一鸣等到机场迎接 李强表示 中阿建交40年来 双边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 两国有意历久弥坚 历久弥新 今年5月 习近平主席 同穆罕默德总统举行会晤 共同剥划中阿关系新蓝图 为推动两国关系与合作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注入了强劲动力 李强指出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 中阿关系全面快速深入发展 各领域务实合作走向纵深 人们交流日益活跃 两国在多边平台密切沟通协作 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繁荣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我期待同阿联酋领导人 及各界友好人士深入交流 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 以两国建交40周年为契机 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走深走实 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李强是在结束主持中国沙特高级别联合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 并正式访问沙特后抵达阿布扎比的 离开利亚德时 利亚德省副城长穆罕默德亲王 沙特商务大臣卡斯比 和中国驻沙特大使常华等到机场送行 请不吝点赞订阅